龙泽宇 龙泽宇 你就不能听我说两句吗 我现在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我现在就去车站把我爸妈接回了 咱俩别过了 就因为这么点事你至于吗 因为你爸妈咱俩都吵多少回家了 你也知道啊 我问你 我爸妈想儿子了想过来待两天怎么了 你倒好 辈子我就把他们送到车站 你他们走 谁念他们走了 他们自己要是不想走 谁念的动啊 那你整天摆个臭脸 他们能带得住吗 你还挂起我来啦 我问你 他们来这两天 你给他们花多少钱了 给他们买这买那的 你不心疼钱 我还心疼钱呢 你还知道心疼钱了 我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 上个月你卖化妆品 从我信用卡花了六千 你心疼了吗 你爸妈要去旅游 从我工资卡转走三万 你问我了吗 我知道过后也没说什么吧 现在我爸妈过来待两天 我给他们花点钱怎么了 他们养我这么大 以前我没条件 现在好点了 我想尽尽消息怎么了 你是不是个男人了 你给我翻小账是吧 你们全家都花我的钱 我提两句还不行了吗 你整天在家啥也不干 我是决一山顺穿了 赶紧我爸妈走 谁管你抄吧 你现在因为他们想吼我了是吧 我还告诉你 我教练他们了 他们下次来我喊你 我告诉你 这个家有我没他们 有他们没我 好啊 你干什么 那我也告诉你 这个房子是我买的 以后你有多远 给我过多远 杖人 杖人